我們要講Logistic Regression 在Logistic Regression裡面 我們在上一份投影片裡面 我們都已經知道說 我們要找的東西是一個機率 是一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如果這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它大於0.5的話 那就Alper Class 1 否則就Alper C2 我們知道這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假設你覺得你想要用高選的話 其實很多其他的Probability 化解以後 也都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假設你覺得你想要用高選的話 那你可以說 這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就是Sigma 它的這個Function 長的是右邊這個樣子 那這個Z 是W跟X的Inner Quadrant加上P 那所謂W跟X的Inner Quadrant 是說這個W 它是一個Vector OK 它的每一個Dimension 我們就用下標I來表示 那這個W呢 是一個Vector 每一個X 都有一個它對應的W下標I 你把所有的XI跟W下標I 相乘 Dimension起來再加上P 你就得到Z 帶進Sigma 帶進Sigma function 你就得到機率 所以我們的FunctionSet 是長這樣子 我們的FunctionSet F 下標W B X 也加下標W B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FunctionSet 是受W和B所控制的 就是你可以選不同的W跟B 你就得到不同的Function 所有W跟B可以產生的Function 集合起來 就是一個FunctionSet 那這一項它的含義呢 就是一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GivenX 它是屬於C1的機率 如果我們用圖像畫的方式來表示它的話呢 它長這樣 我們的這個Function呢 它裡面有兩組參數 一組是W 這個我們稱之為Waith Waith呢 有一整排 然後有一個Consent B 這個我們稱之為Bias 然後有一個Sigma function 而如果我們今天的Input 是X1 Xi到Xi 我們就把X1 Xi跟Xi 分別乘上W1 Wi跟Wi 然後再加上B呢 你就得到Z 我發現我寫錯的地方 在後面這邊呢 應該是要加B的 應該要加B 你把X1乘W1 加Xi乘Wi 加到Xi乘上Xi 再加上B 然後你就得到Z Z呢通過我們剛才看到的Sigma function 它的Output的值呢 就是機率 就是Posterior Probability 這個是整個模型 長這個樣子 這件事呢 叫做Logistic Regression 那我們可以把Logistic Regression 跟我們在第一堂課就講的Linear Regression 做一下比較 Logistic Regression 把每一個Feature 乘上一個W Submission起來 加上B 再通過Sigma function 當作Function的Output 那它的Output 因為有通過Sigma function 所以一定是介於0到1之間的 那Linear Regression呢 它就把Feature乘上W 再加上B 它沒有通過Sigma function 所以它的Output 就可以是任何值 可以是正的 可以是負的 負從大到正五從大 那等一下呢 我們做Machine Learning 就是三個Step 等一下我們會一個一個Step 比較Logistic Regression 跟Linear Regression 它的差別 接下來呢 我們要決定 一個Function的討論 OK 那我們的Training Data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Classification 所以我們的 這個Training Data 就是假設有大N比Training Data 那每比Training Data 你都要標說它是屬於哪一個Class 比如說X1 屬於Class1 X2屬於Class1 X3屬於Class2 X大N屬於Class1 等等 那接下來呢 我們假設這筆Training Data 是從我們的Function 所定義出來的這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所產生的 我覺得這組Training Data 是根據這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所產生的 那給我們一個W跟B 我們就決定了這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我們就可以去計算 某一組W跟B 產生這大N比Training Data的機率 某一個W跟B 產生這大N比Training Data的機率 怎麼算呢? 這個很容易 就是假設X1是屬於C1 那它根據某一個W跟B 它根據某一個W跟B 產生的機率就是F 假設X2屬於Class1 那它被產生的機率就是F 假設X3屬於Class2 我們知道X3如果屬於C1的機率 就是Fx3 我們這邊算的是C1的機率 但是X3屬於X2 所以它的機率就是E-Fx3 以此類推 那最有可能的參數W跟B 我們覺得最好的參數W跟B 就是那一個有最大的可能性 最大的機率 可以產生這個Training Data的那一組 W跟B 我們把它叫做W star跟B star W star跟B star 就是那一個可以最大化 這一個機率的那個W跟B 那我們在這邊呢 做一個數學式上的轉換 我們原來是要找一組W跟B 最大化呢 L of W 最大化這個function 但是這件事情等同於呢 我們找一個W跟B minimize-Log這個方法 我們知道取Log 它的這個order是不會變的 取加上一個負號 那你就從本來找最大的 變成找最小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找一個W跟B 最小化-L of W 這可以讓計算呢 變得容易一點 左式跟右式是一樣 根據左式跟右式 你找出來的W跟B呢 W star跟B star呢 是同一個W star跟同一個B star 那-Log這一項 怎麼做呢 你知道取-Log的好數 就把它相乘嗎 現在都變成相加 所以就可以把它展開 所以這一項 就是-Log f of x1 -Log f of x2 -Log1-f of x3 以此類推 好 那這個件事情讓你 這個寫式有點難寫 就是你沒有辦法寫一個 submission over 因為對不同的x 你如果它屬於不同class 我們就要用不同的方法來處理它 所以你沒有辦法 submission over x 那怎麼辦呢 我們做一個符號上的轉換 我們說 如果 某一個x它屬於class1 我們就說它的target是1 如果它屬於class2 我們就說它的target是0 OK 我們之前在做linear regression的時候 每一個x它都有一個 對應的y-hat 對不對 然後那個對應的y-hat 是一個real number 在這邊呢 每一個x 也都有一個對應的y-hat 這個對應的y-hat 它的number呢 就代表說 現在這個x屬於哪個class 如果屬於class1 誒 我怎麼會犯這麼弱智的錯誤 這樣 大家有發現 在投影片上 有一個錯啊 對啊 應該是110 對啊 我怎麼會犯這麼弱智的錯誤 這個 屬於class1 就是1 所以應該是110 沒關係 你不要無視這邊 無視這邊 你就看這裡就好 屬於class1就是1 屬於class2就是0 如果你做這件事的話 如果你做這件事的話 那 你就可以把這邊的每一個式子 都寫成這樣 OK 這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你可以仔細算一下 就會發現說 左邊和右邊呢 是相等 每一個-log f of x 你都可以寫成 負的中夸號 負的夸號 負的夸號 這個夸號 它的y1 hat 它的y hat 乘上log f of x 加上1-y hat 乘上log 1-f of x 你就實際上算一下 比如說 x1 x2都是屬於c1 所以呢 它對應的y hat 是1 所以 y1 hat 跟y2 hat 1.y1 hat 跟1.y2 hat 就是0 0的話 它乘上後面那一下 你就不要管它 把它拿掉 所以你會發現 它等於它 這邊因為空間的關係 我就把w跟b省略掉 有時候放w跟b 只是為了強調說 這個f 是w跟b的 function 那如果沒有 因為這個放寫不下 我就把它省略掉 那這個y3呢 這個x3它屬於class2 class2是0 所以 y3 hat 是0 1-y3 hat 就是1 前面這個部分可以拿掉 你會發現 右邊 這個 也是等於左邊這個 好了 有了這些以後 我們把 這個 function 取 把這個 like who的 function 取 負的natural log 然後呢 再假設說 class1就是1 class2就是0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要去 minimize的對象 寫成一個 function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要去 minimize的對象 寫成submission overN 負的 這個 yN hat 乘上log f xN 加上1-yN hat 乘上log 1-f xN 那 其實這個 這個 submission over的這一項 這個 sigma 後面的這一整項 它其實是兩個 兩個Bernoulli Distribution的Cross Entropy 這一項其實是一個Cross Entropy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會說它是Cross Entropy 雖然它的來源跟Information Theory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我們剛才看過它推導的過程 但是如果你把 你假設有兩個Distribution P跟PQ P這個Distribution 它是說X等於1的機率是Winhead X等於0的機率是1-Winhead 另外Q這個Distribution 它等於1的機率是Fxn X等於0的機率是1-Fxn 那你把這兩個Distribution算Cross Entropy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Cross Entropy的話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帶個式子 然後帶個式子 Subvention over所有的X P of X乘上Log Q of X 前面有個負號 這個就是Cross Entropy 所以如果你把這兩個Distribution 算它們之間的Cross Entropy 這個Cross Entropy 代表的含義是這兩個Distribution有多接近 如果今天這兩個Distribution一模一樣的話 那它們算出來的Cross Entropy就是0 所以你把這兩個Distribution算一下Cross Entropy 那你把Winhead乘上Log Fxn 1-Winhead乘上Log 1-Fxn 你得到的就是這一項 所以如果你有修過Information Theory的話 它這個式子寫出來 跟Cross Entropy是一樣的 所以在Logistic regression裡面 我們怎麼定義一個function 它的好壞呢 我們定義的方式是這樣 有一堆Training Data 我們有Xn 有Winhead的這樣的Pair 如果屬於Class1的話 Winhead就等於1 如果是Class2的話 Winhead就等於0 那我們定義的這個Log Function 我們要去Minimize的對象 是所有的Example 它的Cross Entropy的總和 也就是說 假設你把Fx當作一個 Bernoulli的Distribution 把Winhead當作另外一個 Bernoulli的Distribution 它們的Cross Entropy 你把它算出來 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要去Minimize的對象 所以就直觀來講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希望Fxn的Output 跟它的Target 如果你都把它看作是Bernoulli的Distribution的話 這兩個Bernoulli的Distribution呢 它們越接近越好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Linear Regression的話 Linear Regression呢 這邊 這個 你大概很困惑啦 我猜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聽到的話 你大概是聽著 一頭霧水條 這個 哇這這麼複雜 到底是怎麼來的 如果你是看Linear Regression的話 這個很簡單 我們把Fxn 減掉它的Target Ynhead的平方 就是我們要去Minimize的對象 這個比較單純 這個 不知道怎麼來的 那你可能就會有一個想法說 為什麼在左邊這個 在Logic Regression裡面 我們也 我們不跟Linear Regression一樣 用SquaredArrow就好了呢 這邊其實也可以用SquaredArrow啊 沒有什麼理由 你 不得用SquaredArrow 不是嗎 對不對 因為 你完全可以算說 這個Fxn 跟Ynhead的SquaredArrow 你就把這個 這個Fxn 跟Ynhead帶到右邊去 你一樣可以 定一個Loss Function 這個Loss Function 聽起來也是頗合理的 為什麼 不這麼做呢 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我們等一下 會試著給大家一點解釋 到目前為止 這個東西反正 就是很複雜 也要先記著說 必須要這麼做 那接下來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找一個最好的Fxn 就是要去 minimize minimize 我們現在要 minimize 這個對象 那怎麼做呢 你就用 gradient descent就好了 這個很簡單 接下來 都是一些 數學式的 無聊的運算而已 我們就算 我們就算它對 某一個 W的這個Vector裡面的 某一個Element的微分就好 我們就算這個式子 對 Wi的微分就好 剩下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交給大家 自己來做 好 那我們要算這個東西 對 W的偏微分 那我們只需要能夠算 Log Fx對 W的偏微分 跟 Log1-Fx對 W的偏微分就行了 那 Log Fx對 W的偏微分 怎麼算呢 我們知道說 我們把這個F寫在下面 我們把F寫在下面 好 F呢 它受到 Z這個Variable的影響 Z這個Variable呢 是從 這個 W啊 X啊 還有B所產生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我們可以把 這個偏微分的拆開 把partial Wi partial Log Fx 拆解成呢 partial Z分之 partial Log Fx 乘上呢 partial Wi分之 partial Z 這個 partial Wi分之 partial Z 這個Z的式子 我們寫在這邊了 只有一項呢 是跟Wi有關的 只有Wi乘Si 那項是跟Wi有關的 所以 partial Wi分之 就是Si 那這一項 是什麼呢 就像這個太簡單了 我們把 fx 換成Sigma Z 然後呢 做一下微分 這個 log Sigma Z 做微分 然後呢 再算 partial Z分之 partial Sigma Z分之 partial Sigma Fx Sigma Fx Sigma Fx 如果你要看比較直觀的結果的話 你就把它圖畫出來 Sigma Fx 這邊顏色可能有點淡 這個是綠色這一條線 Sigma Fx 是綠色這一條線 那不管對他做 對Z呢 橫軸式Z 對Z做偏微分的話 是 在 這個 接近 頭跟尾的地方 它的斜率很小 所以對Z做微分的時候是接近於0的 在 中間的地方 斜率最大 所以這個地方斜率最大 所以 把這一項對Z呢 做偏微分的話 你得到的結果呢 是長得像這樣 長得像這樣 那這一項呢 其實就是SigmaZ乘上1-SigmaZ 那你可以把SigmaZ 消掉 OK 那你就得到說 這一項 就是 1-SigmaZ乘上Si OK 那SigmaZ其實就是Fx 所以這一項 就是 1-Fx乘上Si 右邊這一項呢 這個也是trivial 這個也是trivial 你把 log1-Fx對 Wi做偏微分 那就可以拆成 先對Z做偏微分 然後Wi再對Z做偏微分 那右邊這一項 partialWi分之partialZ 我們已經知道它就是Si 左邊這一項呢 左邊這一項 你把log裡面的值放到分母 然後呢 這邊是 這邊是-SigmaZ 所以前來有個負號 然後這邊呢 要算SigmaZ的偏微分 那SigmaZ 做偏微分以後 得到結果是這樣 把1-SigmaZ消掉 就等剩下SigmaZ 所以呢 這一項 就是Si乘上SigmaZ 把它放上來 就是這裡 OK 好 那我們就把這一項放進來 把這一項放進來 整理一下以後 你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這樣 OK 然後接下來呢 你整理一下把X呢 XXI呢 它提到右邊去 把XI提到右邊去 把括號的部分展開 把括號的部分展開 那裡面有一樣的把它拿掉 最後 你得到一個很直觀的結果 這個式子看起來 有點複雜 有點崩潰 但是 你對它做偏微分以後 得到指結果呢 卻是NIT的 卻是容易理解的 你得到的結果呢 這個 每一項呢 都是負的 Wirehead Wirehead 減掉 F XN 再乘上呢 這個 XN的 DI個component 如果你用 歸間Design 來update它的話 你的式子就很單純 就是這樣 Wi呢 是 原來Wi 減掉 Learning Rate 乘上 Sumbention Over 說的Training Sample Wirehead 減掉F XN 乘上 XN再I為的Feature 這件事情它 代表了什麼意思呢 它代表了什麼含義呢 如果你看 這個 括號內的 這個式子的話 括號內的這個式子的話 現在呢 你的W的update 取決於三件事 一個是Learning Rate 這個是你自己調的 OK 一個是 XI 這個是來自於Data 第三項呢 就是這個 Wirehead 減F XN Wirehead 減F XN是什麼意思呢 Wirehead 減F XN 代表說你現在這個 F的 Output 跟 理想的 的 這個 這個 目標 它的差距有多大 Wirehead 是目標 這個 F XN 是現在你的 Model的Output 這兩項之間的差距 這兩個之間的 這個相減它的差呢 就代表了說 他們的這個差距有 多大 他們的差距有多大 那如果今天 你離目標越遠 那你的Update的量呢 就應該要越大 所以這個結果呢 看起來是 是 頗為合理的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 看 來比較一下 Linear Regression 跟Linear Regression Logistic Logistic Regression 跟Linear Regression 他們在做 Gradient Descent的時候 他們參數了Update的方式 我們已經看到 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Update的式子 是長這個樣子 那神奇的是 Linear Regression 大家應該都做完 順利做完 作業一了 所以Linear Regression 這個 Gradient Descent Update的式子 你應該是很熟的 他們其實是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對 你看 就是 他們 都算 Wine-Hat 減掉 他們都算 Wine-Hat 減掉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 Logistic Regression 你的target 一定是0或1 你的target 一定是0或1 你的這個F 一定是介於0到1之間 但是如果是Linear Regression 的話 你的target 它可以是任何real number 它可以是任何real number 而你這個Output 也可以是任何value 但是 他們Update的這個方式 是一樣的 作業二 我們需要做Logistic Regression 你甚至 八成都不用改扣的 秒做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 大家作業一做得還順利 我相信你在 你應該是遇到了 很多種種特別的問題 比如說如果你在做 Gradient Descent 的話 你會發現說 雖然教科書上跟你講 Gradient Descent 的時候 你對它是不屑一顧的 然後 你覺得說 一個Compass 這個Surface 我應該是用Gradient Descent 應該是可以輕易的 找到它的最佳解 但是你會發現說 實際上做起來 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對不對 我其實是可以出一個 教科書上的問題 讓你來做Linear Regression 但是 我們用真實的example 就會讓你知道 所在真實的世界 你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事實上 因為今天我們做的是 Linear Regression 我看你八成可以用 這個 解 解那個Lit Square Arrow的方式 去偷偷找一下它的 最佳解 然後再從那個 最佳解當的Initiation 開始找 對吧 大家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 有這麼做的人舉手一下 沒有人這麼做 還是不敢舉手 要是我就這麼做 但是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但是 等我們做Deep Learning的時候 你就不能這麼做 因為Deep Learning 你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去找它的最佳解 到時候你才會真正的卡翻 好 好 那在下課之前我想要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計畫是這樣子 我們就講完Logistic Regression 以後我們就會進入Deep Learning 然後等下第三課 助教會來講一下作業二 好 那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這樣 為什麼Logistic Regression 不能加Square Arrow 為什麼不用Square Arrow 當然可以用Square Arrow啊 我們如果用Square Arrow的話 會怎樣 我們做Logistic Regression的時候 我的四指長這樣 我當然可以做Square Arrow啊 我把我的 我把我的 Function的Output 減掉WireHead的平方 寸Mention起來 當作我的Log Function 我一樣用 VD去Minimize它 有什麼 不可以呢 當然沒有什麼 不可以這樣子 好 如果我們算一下 它的這個 微分的話 你會發現說 如果我們把 括號裡面 寸Mention後面這個四指 對Wi 做偏微分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 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2呢 提到前面去 對到Fx 接 WiHead 然後呢 把Fx對Z做偏微分 把W對Z做偏微分 把它們都乘起來 然後 呃 這一項 欸 這個 這個地方 沒有寫錯 好 就是 這一項 就是這一項 就是這一項 OK 把Z對Fx做偏微分 因為Fx是Sigler function 做偏微分以後 就是Fx乘上1-Fx partialW分之partialZ 就是xi 那當然你可以 用RagionDesign去 update你的參數 OK 但是你現在等 你會發現你遇到一個問題 假設YNHead等於1 OK 假設DN比Data 是class1 當 我的Fx已經等於1的時候 當我是第一 當我的DN比Data 是class1 而我Fx已經等於1的時候 我已經達到 perfect的狀態了 這個時候 呃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Fx等於1 YN等於1的時候 你把這個式子 你把這兩個數值呢 帶進這個function裡面 你會發現說 至少這一項 Fx-YNHead是0 OK 所以你的微分 會變成0 這件事情是很合理的 但是如果今天 是另外一個狀況 FxN等於0 意味著說 你現在離你的目標 仍然非常的遠 因為你的目標是 希望FxN的output是1 但你現在output是0 你的目標還很遠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式子 帶到這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這邊有乘一個FxN 而FxN等於0 這時候你會變成 你微分的結果 算出來也是0 OK 所以如果你離目標很近 微分算出來是0 沒有問題 但是你離目標很遠 微分算出來也是0 這個是Class1的例子 如果我們舉Class2的例子 看起來結果也是一樣 假設YNHead等於0 假設現在 假設距離目標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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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N等於1 你帶進去至少 最後這個式子是0 就你微分算出來也是0 距離目標很近的時候 微分算出來也是0 這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如果我們把 參數的變化 對Total Loss 做圖的話 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選擇 Cross Entropy 跟你選擇 Square Arrow 參數的變化 跟Loss的變化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黑色的是 Cross Entropy 紅色的是 Square Arrow 我們剛才講說 Cross Entropy 在距離目標很近的地方 假設現在這個 中心最低的這個點 就是距離目標很近的地方 你的微分值是很小的 但是距離目標很遠的地方 你的微分值也是很小的 所以在距離目標很遠的地方 你會非常的平坦 會非常的平坦 這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如果是Cross Entropy的話 你距離目標越遠 你的微分值就越大 那沒有問題 所以你距離目標越遠 你update的時候 你參數update的時候就越快 你的參數的這個 更新的速度呢 就越快 你參數的這個 update的時候的變化量就越大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你距離 距離你的目標越遠 你當然步伐應該要差越大一點 但是如果你選Square Arrow的話 你就會很卡 因為當你距離目標遠的時候 你的這個微分呢 是非常非常小的 就變成說 你離目標遠的時候 你移動的速度 是非常慢 所以當你 如果你用隨機 你random 找一個初始值 那你通常 你目標的距離呢 是非常遠的 那你通常 如果你今天用Square Arrow 你其實可以自己 在座位裡面試試看 如果你用Square Arrow 你選一個起始值 你算出來微分很小 你一開始就卡住了 它都 參數都不update 你就永遠卡在那邊 永遠都 就是它參數update的速度很慢 你等好幾個小時了 它都跑不出來 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們可以說 看到這個微分值很小的時候 就把它的 那個Learning Rate設大一點 可是問題是 微分值很小的時候 你也有可能其實 距離目標很近 如果距離目標很近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應該把它的微分值設小一點 但是你現在搞不清楚說 到底 歸點小的時候 到底微分值算算小的時候 你是距離目標很近 還是距離目標很遠 因為做gradient descent的時候 你是要玩世紀帝國這個遊戲 你不知道你距離目標 到底是很近 還是很遠 所以你就會卡翻了 不知道你的Learning Rate 應該設大還是設小 所以你選square arrow 在石桌上 你當然可以這麼做 但你可以在作業裡面試試看 你是不容易得到好的結果 用Quest Entropy 可以讓你的training順很多 我們在這邊休息十分鐘 啥Как你選擇 是一個大小的 關於公園 的時候 大概有一次 是一個小小的 誰 是一個小小的 警察 有些小小的 好 我們來上課吧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的方法 我們稱它為discriminative的方法 而剛才呢 我們用Gaussian來描述posterior probability 這件事呢 我們稱之為generative的方法 實際上他們的function 他們的這個model呢 function set呢 是一模一樣 不管你是用 我們在這份投影片講的logistic regression 還是前一份投影片講的機率模型 只要你在做機率模型的時候 你把covarian matrix設成是shared 那他們的model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sigma of w乘上x加b 那你可以找不同的w跟不同的b 就得到不同的function 那我們 我們可以直接呢 去把w跟b找出來 如果你今天是用logistic linear regression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w跟b找出來 就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 如果今天是generative model的話 那首先呢 我們會去算mu1 mu2跟sigma的inverse 然後呢 我們就去把 我們可以把w算出來 把b算出來 你算出mu1 mu2跟covarian matrix 接下來呢 你就把這些項呢 帶到這裡面 帶到這裡面 這邊這個sigma1跟sigma2呢 應該都是等於sigma 這邊應該把它都改成sigma 就把它算出來 就可以得到w跟b 好 現在的問題來了 如果我們比較左邊跟右邊 求w跟求b的方法 我們找出來的w跟b 會是同一組嗎 會是同一組嗎 你覺得它是同一組的同學舉手一下 你覺得它是不同的同學舉手一下 謝謝手放下 多數同學覺得它是不同的 沒錯 你找出來的結果 不會是一樣 所以 今天當我們用logistic regression 還是用 剛才的probability listing 的generative model 我們用的其實是 同一個model 其實同一個function set 也就是我們那個function的那個破 我們可以挑的那個function的candidate 其實是同一個set 但是因為我們做了不同的假設 所以我們最後找出來的 根據同組train data 找出來的參數會是不一樣 在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裡面 其實我們就沒有做任何假設 我們沒有對這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有任何的描述 我們就是單純去找一個w跟b 那在generative model裡面 我們對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是有假設的 比如說假設它是Gaussian 假設它是Bernoulli 假設它是不是naive-based等等 我們做了種種的假設 根據這些假設 我們可以找到另外一組w跟b 左右兩邊找出來的w跟b 不會是同一組 那問題就是 哪一個找出來的w跟b 是比較好的呢 如果我們比較generative model 跟discriminative model的話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之前講的 defense跟special defense的例子 如果用generative model的話 我們的這兩個class 藍色的是水系的神奇寶貝 紅色的是一般系的寶可夢 它們之間boundary是這一條 如果你用logistic regression的話 你找出來的boundary是這一條 其實從這個結果上 你很難看出來說 誰比較好啊 但是如果我們比較說 我們都用七個feature的這個case 我們會發現說 如果用generative model的話 我們剛才說我們得到的正確率 是73% 如果是用discriminative model的話 在同樣的dataset上面 我們只是用不同的假設 所以找了不同的w跟b 但是我們找出來的結果是比較好的 它的正確率有79% 我相信你在文獻上 會常常聽到有人說 discriminative model 會比generative model 常常會performance 還要更好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來舉一個tory的example 現在假設呢 你有一筆training data 你有兩個class 那你這筆training data裡面呢 總共有這個 每一筆data呢 有兩個feature 然後呢 你總共有 1加4加4加4 總共有13筆data 是兩個feature的value呢 都是1 接下來呢 有4筆data 是第一個feature是1 第二個feature是0 接下4筆data 是第一個feature是0 第二個feature是1 接下4筆data 是兩個feature都是0 然後呢 這個我們給 第一筆data的label是1 我們給 剩下12筆data的label呢 都是class2 那假設 你現在用 你不做機器學習 就是人類的學習 給你一個testingdata 它的兩個feature都是1 你覺得它是class1 還是class2呢 我們來問一下大家意見吧 如果你覺得它是class1 同學舉手一下 手放下 你覺得它是class2的同學 舉手一下 沒有人覺得是class2 大家都覺得是class1 那如果 那我們來問一下 naive place 他覺得是class1 還是class2 他會怎麼說呢 所謂的naive place 就是我們假設 所有的feature 它產生的機率是independent 所以p of x given 某一個class p of x 從某一個class 產生出來的機率 等於 從某一個class 產生x1的機率 乘上從某一個class 產生x2的機率 乘上從某一個class 產生x2的機率 多到一次是class1 所以是13分之1 class2的機率是多少呢 總共13比data 總共有12比是class2 所以它是12分之12 它比較多 那接下來呢 我們算說 在class1裡面 x1等於1的機率 在class1裡面 x1等於1的機率 就是1 因為class1就這比data x1是1 x2是1 所以 如果你用機率來統計的話 所以如果你用機率來統計的話 在class1裡面 x1等於1的機率是1 在class1裡面 x2等於1的機率也是1 接下來我們看 我發現我犯了一個錯 這邊應該是c2 不好意思 這邊應該是c2 這邊應該是c2 好 那再 如果我們看class2的話 如果我們看右邊的 這是2比class2的data 在class2裡面 x1等於1的機率是多少呢 是1 3分之1 對不對 只有1 3分之1的data 是class2等於1的 而是x1等於1的 那 再來我們看 x2 x2等於1的機率在class2裡面有多少呢 在class2裡面只有1 3分之1的data x2等於1 所以它的機率呢 是1 3分之1 如果我們把這些機率通通算出來以後 給你一個testing data 你就可以去估測它是來自class1的機率 你就可以估測它是來自class2的機率 你就可以估測它是來自class2的機率 我們就算這筆training data x呢 它來自class1的機率是多少 那你就把它帶到這個 這個basion的這個function裡面算一下 c1的prior probability是1 3分之1 p of x given c1的機率呢 是1乘以1 什麼意思呢 這筆datax 從c1裡面generate出來的機率 等於這個機率乘上這個機率 就是1乘以1 下面這一項也算過 這是1 3分之1 這個是1乘以1 那這一項呢 p of c2是1 3分之12 p of x given c2 從c2裡面sample出 根據c2的distribution sample出這一筆data的機率是多少呢 是1 3分之1乘以1 3分之1 因為x1等於1的機率在c1裡面3分之1 x2等於1的機率在c2裡面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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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項是3分之1乘以3分之1 如果你實際去做一下運算 你實際算一發你就知道說 這個是小於0.5的 所以對naive base來說 給他這樣子的training data 他認為這一筆testing data 應該是屬於class2 而不是class1 所以這跟我們大家的直覺比起來 是相反的 但其實我們很難知道說 我們其實不知道說 這一筆data到底是產生來自於class1 還是class2 就比較合理的假設 你會覺得說 因為class1裡面通通都是x1和x2 都是等於1了 所以這筆data應該是要來自class1才對吧 可是對naive base來說 他不考慮不同dimension之間的correlation 所以對naive base來說 這兩個dimension是independent所產生的 在class2裡面 之所以沒有sample到這樣的data 之所以沒有觀察到這樣的data 是因為你sample的夠多 如果你sample的夠多 搞不好就有都是1的data 就是都是1的data 也是有機率被產生出來的 只是因為我們data不夠多 所以沒有觀察到這一件事而已 所以今天這個generative model 跟discriminative的model差別 就在於這個generative的model 它有做了某些假設 它假設你的data來自於一個機率模型 它做了某些假設 也就是說它其實做了腦補這一件事情 腦補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就是如果你看了一部動漫 那裡面沒有發生某一些事情 比如說兩個男女主角其實沒有在一起 但是你心裡想像他們是在一起的 這個就是腦補這樣子 所以這個generative model它做的事情就是腦補 如果我們在data裡面明明沒有觀察到 在place 2裡面都是1的這樣的example出現 但是對naive base來說 它想像它看到了這件事情 所以它就會做出一個 跟我們人類直覺的想法不一樣的判斷的結果 那到底腦補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 通常腦補可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為你的data沒有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卻腦補出這樣的結果 但是如果今天在data很少的情況下 腦補有的時候也是有用的 如果你得到情報很少 腦補可以給你更多的情報 所以其實discriminative model 並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 都可以贏過generative model 有些時候generative model也是有優勢的 什麼時候會有優勢呢? 如果你今天的training data很少 你可以比較說在同一個powerment下 你給discriminative model和generative model 不同量的training data 你會發現說呢 這個discriminative model 因為它完全沒有做任何假設 它是看著data說話 所以它的performance的變化量 會受你的data量影響很大 假設現在由左到右是data越來越多 然後中軸是這個error rate discriminative model 它受到data影響很大 所以它會 data越來越多 它就error就越來越小 如果你是看generative model的話 它受data的影響是比較小的 因為它有一個它自己的假設 它有時候會無視那個data 而遵從它自己內心的假設 內心腦補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看data量 跟你看data量的影響的話 在data少的時候 generative model 其實有時候是可以贏過discriminative model 只有在data慢慢增加的時候 generative model 才會輸給discriminative model 那這個其實是case by case 但是你可以在不同的 你可以在作業裡面做做實驗 看看你能不能觀察到這樣子的現象 那有時候generative model 是有用的可能是 你今天的data是noisy的 你的label本身就有問題 那因為你的label本身就有問題 你自己做一些腦補做一些假設 反而可以把data裡面有問題的部分忽視掉 那我們在做discriminative model的時候 我們是直接假設了一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然後去找posterior probability裡面的參數 但是我們在做generative model的時候 我們把整個formulation裡面猜成 prior跟class dependent probability這兩項 那這樣做有時候是有好處的 如果你把你的整個function拆成 這個prior跟class dependent probability這兩項的話 有時候會有幫助 因為這個prior跟class dependent probability 它們可以是來自於不同的來源 舉例來說以語音辨識為例 大家可能都知道說 這個語音辨識現在都是用neural network 它是一個discriminative的方法 但事實上整個語音辨識的系統 是一個generative的system DNN只是其中的一塊而已 所以說該怎麼說呢 所以說全部都是用DNN這件事情 並不是那麼的精確 它整個model其實是discriminative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還是要去算一個prior的probability 那個prior的probability是 某一句話被說出來的機率 而你要estimate某一句話被說出來的機率 你並不需要有聲音的data 你只要去網路上爬很多很多的文字 你就可以計算說某一段文字出現的機率 你不需要聲音的data 這個就是language model 所以在語音辨識裡面 我們整個model反而是generative 因為你可以把class dependent的部分 和prior的部分拆開來考慮 而prior的部分 你就用文字的data來處理 class dependent的部分 才需要有聲音和文字的pair 這樣子你可以把prior estimate的更精確 而這一件事情在語音辨識裡面是很關鍵的 現在還幾乎沒有辦法擺脫這個架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 我們剛才舉的例子 通通都是只有兩個class的例子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如果是有兩個以上的class 我們等一下舉的例子是三個class的 那應該要怎麼做呢 那等一下我們就只講過程 不講原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原理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b sharp的教科書 那這個原理跟我們剛才從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講這個 只有兩個class的情況呢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我相信你自己也可以推倒出來 所以我就不想要重複一個 你覺得很trivial的東西 那我們就直接看它的操作是怎麼做 假設我有三個class C1 C2 C3 現在呢每一個class都有一組自己的 weight 和自己的 bias 這邊W1 W2 W3分別代表三個 vector B1 B2 B3呢代表三個 scalar OK 那接下來呢 Input一個X 這個是你要分類的對象 你把X呢跟W1做inner quarter加上B1 你把X跟W2做inner quarter加上B2 你把X跟W3做inner quarter加上B3 你得到Z1 Z2跟Z3 這個Z1 Z2 Z3呢 它可以是任何值 OK 它可以是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的任何值 接下來呢 我們把Z1跟Z2 Z3 丟進一個softmax的function 這個softmax的function 它做的事情是這樣 把Z1 Z2 Z3都取exponential 得到exponential Z1 exponential Z2 exponential Z2 exponential Z3 接下來呢 把exponential Z1 exponential Z2 exponential Z3 submission起來 你得到呢 他們的這個total sum 然後你再把這個total sum 分別除掉這三項 把total sum分別除掉這三項 得到softmax function的output y1 y2 跟y3 如果你覺得這個有點複雜的話 我們舉一個數字的例子 假設Z1等於3 Z2等於1 Z3等於-3 做完exponential以後 exponential Z3 是很大的 是20 exponential Z1 是2.7 exponential Z3 很小 是0.05 接下來呢 你把這三項 合起來 再分別去除掉 也就是做normalization 那你得到的結果呢 20 就變成0.88 2.7 是0.12 0.05 就會變成趨近於0 那當你做完softmax以後 原來input Z1 Z2 Z3 它可以是任何值 但是做完softmax以後 你的output呢 會被限制住 第一個 你的output呢 值一定是介於0到1之間 首先你的output值一定是正的 不管你Z1 Z2 Z3是正的還是 poo的transponential以後 都變成是正的 今天它的total sum一定是1 你的output核一定是1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normalization 所以total sum一定是1 為什麼這個東西叫softmax呢 因為如果你做 如果是max的話 你就取最大的值 但是你做softmax的意思呢 是說你會對最大的值做強化 因為你今天有取了exponential 你取了exponential以後呢 大的值和小的值 它們之間的差距呢 會被拉得更開 就是強化大的值 所以這件事情呢 叫做softmax 那你就可以把這邊的這個Z 這個每一個Y呢 Yi呢 當作inputX input的這個X 是第1個class的posterior probability 所以今天講的 你y1是0.88 就意思是說你inputX 你inputX 屬於class1的幾率是88% 屬於class2的幾率是12% 屬於class3的幾率呢 是趨近於0 這個softmax的output 就是拿來估計posterior probability 那你可能會問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事實上這件事情 是有辦法推導的 如果在外面有人演講 問我說為什麼是exponential 我就會回答說 你也可以用別的 因為我用別的 你也會問同樣的問題 這樣子 但是這個事情是有辦法講的 你可以去翻譯一下B-Sharp的教科書 這件事情是可以解釋的 如果你今天有三個class 假設那三個class 通通都是Gaussian的distribution 他們又共用同一個covariance metric 在這個情況下 你做一番推導以後 你得到的就會是這個softmax的function 這個就留給大家自己做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你還可以Google一個叫做 maximum entropy的東西 maximum entropy也是一種classifier 它其實跟logistic regression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換個名字而已 它是從另外一個觀點 來切入為什麼我們的classifier 長這個樣子 我們剛才是說 我們可以從機率的觀點 假設我們用的是 Gaussian distribution觀點 來經過一番推導以後 你可以得到softmax這個function 你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 從information theory的角度去推導 也會得到softmax這個function 那這個就留給大家自己研究 你就Google maximum entropy 就可以找到答案 好 所以我們複習一下剛才做的事情 你就有一個x當作input 分別乘上三組不同的weight 加上三組不同的bias 得到三組不同的bias 得到三個不同的bias 通過softmax function 你就得到y1 y2 y3 分別是這三個class的posterior probability 可以把它合起來呢 當作是y 那你這個訓練呢 你要有一個target 它的target是什麼呢 它的target呢 是y head 每一圍 你 output 你有三個class 那你 output就是三圍 這三圍分別 就對應到y1 hand y2hand 和y sidehand 我們要去minimize的對象 是y所形成的這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它是一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對不對 當你做完softmax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來看待 你可以去計算這個y跟yhand 它們之間的cross entropy 它的這個cross entropy的四值呢 我就發現我寫錯了這樣子 這邊前面應該要有一個負號 真是不好意思 這前面應該要有一個負號 好 所以 這兩個probability的cross entropy 它們的四值就是y1hand乘上logy1 y2hand乘上logy2加上y3hand乘上logy3 在前面再加一個負號 就是它們之間的cross entropy 如果我們要計算y跟y-hat的cross entropy的話 y-hat顯然也必須要是一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我們才能夠算cross entropy 怎麼算呢 假設x是屬於class1的話 在training data裡面 我們已經知道x是屬於class1的話 它的target就是100 如果是屬於class2的話 它的target就是010 如果是屬於class3的話 它的target就是001 我們之前有講過說 如果你設class1的target是1 class2的target是2 class3的target是3 這樣會有問題 因為等於是假設說 1跟2比較近 2跟3比較近 1跟3比較遠 這樣做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換一個假設 你今天是假設 如果x屬於class1的話 它的目標就是100 屬於class2就是010 屬於class3就是001 那你就沒有假設 這個class3和class之間 誰跟誰比較近 誰跟誰比較遠的問題 至於這個式子哪來的呢 其實這個式子也是去maximal likelihood 我們剛才在講這個 binary的case的時候 我們講說 我們的這個cross entropy這個function minimize cross entropy這件事情 其實是來自於maximize likelihood 那在有多個class的情況下 也是一模一樣的 它是一模一樣的 你就把maximal likelihood那個function 列出來 經過一番整理 你也會得到minimize cross entropy 這件事呢 就交給大家自己做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其實它是有非常強的限制 怎麼樣的限制呢 我們今天假設這樣一個case 假設這樣一個case 現在有4比data 它們每一筆data都有兩個feature 那它們都是binary的feature 那class2呢 有兩筆data 分別是0011 class1有兩筆data 這是0110 如果我們把它畫出來的話 class1的兩筆data 是在這裡跟這裡 class2的兩筆data呢 是在這裡跟這裡 如果我們想要用logistic regression 對它做分類的話 我們能做到這件事情嗎 我們能做到這件事情嗎 你會發現說 這件事情我們是辦不到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logistic regression的話 我們會希望說 對logistic regression的 output而言 這兩個屬於class1的data 它的幾率要大於0.5 另外兩個屬於class2的data 它的幾率要小於0.5 但這件事情對logistic regression來說呢 它卡翻了 它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因為logistic regression 兩個class這件boundary 就是一條直線 它boundary就是一條直線 所以你要分兩個class的時候 你只能在你的 這個feature的這個平面上呢 畫一條直線 你要嘛畫這邊 要嘛畫這邊 但不管你怎麼畫 你都沒有辦法把 紅色的放一邊 藍色的放一邊 不管你怎麼畫 你都沒有辦法把 紅色的放一邊 藍色的放一邊 這個直線可以隨便亂畫 你可以調整w跟b 你可以調整你的wave跟bias 使得你的logistic regression 兩個class的boundary呢 是任何樣 它可以是這樣 可以是這樣 可以是這樣 怎麼畫都可以 這直線 整個boundary是一條直線 怎麼畫都可以 但你永遠沒有辦法把 今天這個example的 紅色的點和藍色的點 分成兩邊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假設你還是堅持要用 logistic regression的話 有一招叫做 feature transformation 你原來的feature 定的不好 原來x1x2這個feature 定的不好 我們可以做一些 轉化以後 找一個 比較好的feature space 這個比較好的feature space 是讓logistic regression 是可以處理的 我們把x1跟x2呢 轉到另外一個space上面 轉到x1ply跟x2ply上面 x1ply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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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feature transformation 就是很teuristic 想一個你喜歡的方式 舉例來說 我這邊定 x1ply就是某一個點到00的距離 x2ply就是某一個點到11的距離 好 那如果我們把它畫出來的話 把它畫出來的話 如果我們把這個點畫出來 我們先看這個這個這個 先看左下角這個點 好 如果我們看左下角00這個點 它的x1ply應該是0 因為它跟00的距離 是更好的 00這個點 跑到這邊 經過這個transformation 1這個點 跑到右下角 因為它跟00的距離 是更好的 跟1的距離是0 經過這個transformation 01和 這邊又寫錯了 這個應該是10 不好意思 這個01和10 它們跟00和11之間的距離 都是一樣的 01跟00之間的距離是1 所以經過這個transform以後 這兩個紅色的點 Maps會重疊在一起 都變成是11 這個時候對logist regression來說 它可以處理這個問題了 因為它可以找一個bundary 比如說可能在這個地方 把藍色的點 跟紅色的點分開 但是麻煩的問題是這樣子 麻煩的問題是 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future transformation 如果你花太多力氣 在做future transformation 那就 就不是機器學習了 就不是人工智慧了 就都是人的智慧了 所以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要怎麼找一個 好的transformation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這個transformation 是由機器自己產生的 怎麼讓機器自己產生 這樣的transformation 我們就把很多個 logistic regression cascade 起來 把很多的logistic regression 接起來 我們就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假設 input 是 x1 x2 我們有一個 logistic regression 的model 我們這邊就把bias 整個調讓圖看起來 比較簡單一點 這邊有一個 logistic regression 的model 它對x1 對x2 乘一個weight 加起來得到自己 透過signore function 它的output 我們就說它是 新的transform的第一 為x1.5 我們有另外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的model 它對x1 乘上個weight 對x2乘上另外一組weight 得到z2 再通過signore function 得到x2.5 我們說它是transform 後的另外一尾 如果我們把x1 跟x2 經過這兩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的成縫 得到x1.5 跟x1.2 x2.5 而在這個 新的成縫上面 class1 和class2 是可以用一條直線 分開的 那我們最後 只要再接另外一個 logistic regression 的model 它的input就是x1.5 和x2.5 對它來說 x1.5和x2.5 就是 每一個example的feature 不是x1 跟x2 是x1.5 它根據x1.5和x2.5 這個新的feature 它就可以 把class1 和class2分開 所以前面這兩個 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它做的事情 就是做feature transform 這件事情 它先把feature transform好以後 再由後面的 紅色的這個 logistic regression 的model 來做分類 如果舉 比較實際的例子的話 我們看 剛才那一個例子 我們在x1和x2 平面上 有四個點 我們可以 調整藍色的 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weight的參數 讓它的 posterior probability 的output 長得像是 這個圖上的顏色 這樣子 因為這個 這個bundary 一定是 一條直線 所以那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的output 一定是長 這樣子的 它這個等高線 一定是直的 在左上角的地方 output的值 比較大 在右下角的地方 output的值 比較小 你可以調整 參數 像 這個藍色的 這個 logistic regression 它input x1 x2的時候 對這四個點 它的output是 0.73 0.27 0.27 0.05 這件事情呢 是它做得到的 對綠色這個點來說 你也可以 調整它的參數 讓它呢 對 右下角這個紅色點的output 是0.73 對 藍色點是0.27 0.27 對 左邊這個點 左上角這個點 它是0.05 logistic regression 它可以 它的這個bundary 一定是一條直線 它這個直線 可以有任何的畫法 你可以是 左邊高 右邊低 也可以是 你可以是左上高 右下低 也可以是 右下高 左上低 這個都是做得到的 你在調整參數 就做得到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呢 有了前面這兩個logistic regression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input的每一筆data 做feature transform 得到另外一組feature 也就是說呢 原來左上角這個點 原來左上角這個點 它本來在x1x2的平面上 是01 但是在x1'和x2'的平面上 它變成是0.73 0.05 如果我們看右下角 這個紅色的點 如果我們看右下角 在x1'和x2'的平面上 它就是 0.05 0.73 OK 呃 這邊x1和x2 是不是畫反了呢 我看一下 對 畫反了 不好意思 這個x1和x2 應該是畫反 因為你看這個是0.05 然後呢 這個重軸呢 才是 比較小的 才是0.05 所以這個x1和x2呢 這邊的label 應該要是反過來 應該要是反過來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把 紅色的點 變到0.73 0.05的位置 紅色的點變到0.05 0.73的位置 把這兩個藍色的點 變到0.27 0.27的位置 我們做了這樣的轉換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紅色的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畫一條 boundary 把藍色的點和紅色的點分開 所以如果我們只有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個example處理好 但是如果我們有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 它們被接在一起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所以呢 把這些logistic regression的model 疊在一起 它還蠻有用的 我們可以有 某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model 它的input 是來自於其他logistic regression的output 而某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的output 它也可以是其他logistic regression的input 我們可以把它前後相連起來 就變得呢 感覺很powerful 那我們呢 可以給它一個新的名字 我們把每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叫做一個neural 把這些logistic regression 串起來 所成的network 就叫做 neural network 就叫做類神經網路 換了一個名字以後 它整個就吵起來了 你就可以騙麻瓜 你就可以 你不是騙麻瓜 你就可以跟麻瓜講說 我們是在模擬人類大腦的運作 然後麻瓜就會覺得你做的東西實在是太棒 這個東西就是地盆人類 所以我們就進入地盆人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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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